天王行 глав two 世界中 expectations 太 over 其實更大請喝酒 我腰臉了 最近是偷口秀珍霸賽 剛才的主持人班尼 她也是偷口秀彈員 他在A組出賽拿到了第三名 我那天看了覺得很感動耶 因為我們團幫他修段子兩個禮拜 評審說班尼的段子結構工整 我都當作是在講給我評論 評審也說班尼的表演太標準太制式化了 這就一定是講給班尼聽的 沒有我的事情 最後看到班尼得到第三名 我心裡想太棒了啦班尼 你滿意了嗎 拜託你明年不要再比囉 不想再修段子喔 後來呢其他B組C組的第三名同分 而且都比班尼高分喔 所以班尼就出局了 但是老闆張作修就希望班尼 他可以去決賽幫忙開場講五分鐘 所以班尼就跟我們團說 各位 這是我喜劇生涯最盛大的五分鐘 你們一人寫一個活靠 我們幫忙所有決賽選手 太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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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德加入脫口秀團垃圾人 那垃圾不是在說他們的笑話 是在說他們的人聲 那我會顧韋德老婆說 那因為韋德老婆的床上表現如何呢 那我不能洩露韋德老婆說了什麼 我只能說韋德姓楊 來下一棒李安 李安這次能參加決賽 只是因為他報名台中場 李安是二三的員工喔 他這次不去二三參賽 特地去台中比賽 就是為了避開在B組他最不想看到的人 他老闆回笑丹尼 哈哈哈哈哈哈 遙傳李安是最有冠軍相的參賽者 他過今天的比賽結束後 大家就會知道 真的只是遙傳 哈哈哈哈 來下一位是AG 他是一位東南亞人 那AG進了決賽 這就是一種肯定 希望你在比賽結束後 可以回去東南亞了 哈哈哈哈 那AG是這次比賽唯一的外勞 看他們麥克風的樣子 我想說 你比較適合脫髮 哈哈哈哈哈哈 那AG是中文系畢業的 他上台說的話證明了 畢業證書可以用買的 哈哈哈哈 那AG有個才藝 是玩手拉胚做陶藝 大家都叫他陶藝外勞 哈哈哈哈 那下一位李莉 李莉喔 之前被狗仔拍到 他半夜跟龍龍回家 哦 看得到很震撼耶各位 喂 李莉想上新聞 居然要做這種犧牲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看得都覺得性格扭曲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李莉跟龍龍 如果組團 可以叫做保利龍 哈哈哈 意思是不能回收的垃圾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之前看到李莉塔樹 現在想起來還是莉莉在公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句ok寫了 我也覺得很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有下一位阿談 阿談這次進決賽 創下了喜劇界的紀錄 各位 阿談刷新了脫口秀的衣標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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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談叔叔靠著使用道具 高分通過出賽 畢竟他的嘴角不出笑點 哈哈哈 他的嘴最明顯的功能 可能是腫起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要仔細看嗎 阿談的嘴唇很厚 他方便有口交的畫面 看起來像是兩個英唇在喇嘰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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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人有點膨脹了 從嘴唇開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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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談的嘴唇厚到牙醫 拒絕幫他看牙 哈哈哈 哈哈哈 喜歡 哈哈哈 阿談的媽媽叫他很放棄多口秀 但我覺得需要放棄的是她的嘴唇 哈哈哈 哈哈哈 很多演員 台上台下 很多演員台上台下是兩個人格 但阿談台上台下都一樣 英唇都長在臉上 阿談叔叔的異名 太多了吧 阿談叔叔的異名是因為他30歲了 所以才自稱叔叔 說拜託 品賢長那個老臉才需要叫叔叔 那品賢的老臉 常常讓人誤會他年紀很大 那其實他想太多 根本沒人注意他 品賢還是大學生 他很怕長得燥老 在學校被誤會是教授 我說別怕,你比較像公友 那品賢拼命想進決賽 因為這是他唯一一次 可以離正妹抗力那麼近 又不會被當作變態 那像品賢這樣長得燥老的 他其實就是夠冷笑才會進決賽 那如果你男校還想進決賽 那就是康蒂阿 康蒂 好好校女孩成員 他負責女孩的部分 如果美貌也算分 那康蒂很有男校的本錢喔 康蒂阿 是黃小胖的學生 他前兩年都有比賽 還好他今年有進決賽 不然我以為黃小胖的學生 專門在比出賽的 那像是碩修的學生班尼 真的是專門比出賽的 最後一位,艾比斯 艾比斯很常在段子說自己矮 我跟艾比斯說 拜託,大家看不出來嗎 也許真的有人看不出來嗎 如果艾比斯想要代言公益活動 我建議他找AG 康蒂打康阿達 一起打籃球 看起來很像聲援殘障奧運 AG一定沒想過他身高160 也能當中鋒 他們一起打棒球 好球帶超短 那也有好處啦 像是艾比斯喔 如果去跳林坡舞 他站著就可以走過去了 艾比斯如果去賣沙拉油 可以叫矮油 艾比斯人很好啊 像我們這樣開他玩笑 他都不在意 因為I don't care 那我們寫完這些笑話之後呢 碩修最後跟班尼說 主辦怕比賽超死你 所以抱歉喔 還是不能讓你上場 你覺得天啊碩修 你真的把喜劇演員當做小孩 說拿掉就拿掉囉 今天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太多了嗎 冠軍 冠軍 大家在中場的時候小心一點 後面很多碎玻璃 好笑喔 好笑喔 我要先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 剛剛那個形式 有點跟平常的單口喜劇 我還在 有點平常跟平常的單口喜劇不一樣 那叫 這是火卡 這是一種演員互相吐槽 然後攻擊對方的一種方法 那我們要記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台上的事 台上解決 這才是一個專業的演員 金雲 sees 解決 解決 解決